大家好 这一课的话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深度学习的算法 它是用来处理这个序列化的这个模型 那这个算法呢叫做RNN 中文呢叫做旋转神经网络 这个算法最开始的时候在1986年提出来的旋转神经网络 那这个RNN呢和我们之前学习过的神经网络呢不太一样 它是一种这个序列模型 比如这个卷积网络呢 它是专门用来处理网格数据的 比如说这里的网格数据可以指的是我们前面见到过的这个图像的数据 那RNN呢它是专门用来处理序列化的数据的一种神经网络 那这里的所谓的序列化的数据呢 指的是跟序列相关的这个数据 比如说一段语音或者是一首歌 一首歌的话也就是一段语音 还有一段文字或者是一段录像等等 这样的呈现这个 序列化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呢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RNN来处理 那之前我们就比如说做图像识别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呢传入一张图片 然后呢得到一个结果 这里传入第二张图片得到第二个结果 第三张图片得到第三个结果 那每张图片之间呢 它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然后每个结果呢也是不会有 相互之间的也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也就是第一张图片呢 它只会影响第一个结果 第二张图片呢只会影响第二个结果 第三张图片呢只会影响第三个结果 那每个事件的都是独立的 那在这个 比如说我们要处理一段语言或者一段文字的话 那么这个数据和数据之间呢 它就不是这个互相独立的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一句话呢 可能跟可能会影响我们后面这一句话的这个结果 或者是我们后面说的这句话呢 有一定的这个关系 它每个词和每个词之间呢 是有一点的这个关系呢 而不是互相独立的 那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序列化 序列模型的这个应用 比如说第一个是这个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就相当于是把这个语音 把一段这个语音 这个输入到这个模型里面 最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一段语音呢 转化为这个文字 那其实这里的话就可以用这个序列模型来进行这个实现 第二个呢是文本分类 文本分类的话 包括把我们一些文章或者是邮件 或者是用户评论等等一些文本的数据呢 来做最后的一个分类 比如说区分这个文章是科技新闻还是娱乐新闻 还是这个军事新闻 区分这个评论呢是好评还是差评等等 那这里也可以用这个序列模型来做 就是把把这个一篇文章 一段文本看成是一个序列 把这个序列呢输入到这个网络里面 最后呢我们可以判断出他所数的这个类别 第三个呢是这个机器翻译 那机器翻译的话就相当于是把文本 把一段文本翻译成这个另一段文本 这一段文本呢其实就是一个序列的数据 那我们把这个序列数据传到这个模型里面 最后呢可以他得到的结果呢也是一个序列 还有这个还可以做这个分词的标注 分词标注呢就是给一段文字呢做这个标注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这个B M E S 这样的标注方法呢来做标注 那这里的这种标注方法 这个M呢是表示这个词呢 它是中间词 E呢是表示它是这个词的结束 S呢是表示这个它是一个单字词 B呢是表示这个词的开始 那下面这里呢就是一个标注 那比如说我们看到了这句话 这个B E B呢就是一个词的开始 E呢是一个词的结束 说明这里的人闷 人闷这两个字呢它就是一个词 然后呢长这里是S S呢就是单字词 也就是S这个字呢 它一个字呢就是一个词 人闷长说 说的话也就是也是一个单字词 然后生活 生活呢这里B E 说明生活呢它是一个词 然后是 是呢也是一个单字词 E呢也是个单字词 布呢也是个单字词 然后B M E B M E B呢是一个词的开始 M是一个词的中间的位置 E呢是一个词的结束 所以说教科书这三个字呢 它是一个词 那分词标注呢也就是给 就是一段文字 一段文字里面的每一个字 给它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标注 然后来后的话我们可以 用这个标注呢来做分词 那比如说人闷是一个词 长是一个词 说是一个词 生活是一个词 是一步 这这里是三个词 教科书是一个词 就是用来做分词也可以 那这个序列化的应用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 就反正跟序列相关的一些数据呢 我们都会用这个序列模型 来做这个处理 那最原始的这个序列模型呢 是在1986年提出来的 那1986年这个时间呢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吧 就是BP网络呢 BP网络它的发明时间呢 也是1986年 那这个RN呢 也是1986年 那这两个设量算法呢 它们在同一年产生 那说明的话 这个最原始的这个RN的网络呢 其实它的基本结构呢 就是BP网络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这里这个最原始的这个RN 它内部的这里的 隐藏成的结构呢 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 BP网络结构 那这里是个简化图 那X呢 那是代表这个数据的输入 那数据的维度呢 可以是很多维 只不过呢 它这里就是用一个 符号来表示 那H呢 也是一个数据的输出 那它也可以有很多个输出 中间这里是代表隐藏成 那这个RN和BP网络 它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在于说 它这里的隐藏成呢 会有一个数 有个镜头呢 传给这个输出成 就是这个数据呢 会传给输出成 那它另一部分呢 会传给它自己 这里有个回录 传给它自己的意思是 它会传到下一个时间 那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 回录给展开 展开的话 就可以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构 就又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构 好 那假设的话 我们 假设我们是做一个分池的应用 就是比如说 我们前面做的这个分池应用 分池应用的话 就是我们把 这里一个一个的字呢 传到这个网络里面 去做一个判断 就判断它是 其实这里也像是一个这个分类 就判断这个字呢 它是属于B 还是属于M 还是属于E 还是属于S 就相当于是一个四分类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找了一段文本 把这段文本呢 分成一个一个的字 再把这一个一个的字呢 传给这个模型 比如说这里放一个字 X0呢 是第零个字 X1呢 是第一个字 X2呢 是第二个字 一个个字放进去 那每放一个字呢 这里 它就会产生一个结果 那这里的结果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 这个四分类中的一个 就是它是属于哪一个标注 那我们放一个字呢 就得到一个标注 得到这个标注之后 中间的这里的隐藏层的结果呢 这里的数据呢 它不仅会输出到这个输出层 这里做计算 那它还会往这里 往右边这里输 往右边这里的输的意思是说 在它输入第二个字的时候 它输入第二个字的时候呢 它这里的H1这个结果呢 它不仅受到这个X1的影响 它还会受到X0的影响 也就是H1这个结果 它要受到这个 当前的这一个字的影响 也要受到前面这一个字 这个数据的影响 然后得到这个结果 那H2呢 那这里它也有个箭头输过来 那H2这个结果呢 它会受到X0的影响 也会受到X1的影响 也会受到X2的影响 同样的道理 后面的也是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 相当于前面的一些输进来的 这个数据的一些信息呢 它会影响后面的一些 后面的这样的输出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 那序列 对这个序列化的这个信息来说 本来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前面一个词 就前面一个字的这个信息呢 那肯定是会影响后面 后面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分词的标注 就是 人 人这个词肯定会影响这个 闷这样的一个字 它的一个标注的结果 好 所以说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模型 来表示这个 来处理这个RN的 来处理这个序列化的问题 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看一下这里的 这里的一个公式 这里的XT呢 是表示输入的数据 HT呢 是代表这个隐藏层的输出 Y呢 是代表这个输出 这个网络的输出 H呢 是这里隐藏层的输出 H呢 H是这个隐藏层的输出 它这里还有一个Y Y呢 是它整一个网络最后的一个输出 然后W和U呢 是表示两个群子矩阵 B呢 是代表拼置值 这个SigmaH和SigmaY Y呢 是表示这个季后函数 那这里呢 这个RN它有两个 它有两种类型 就是前面这种 就是这一种类型 和下面的这一种类型 那这两种类型呢 它的区别呢 是在于 就是这个位置 也就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它这里是HT-1 这里是 这个YT-1 那这两个 它们的区别 其实就是 这个根据它的 根据它这里的 隐藏层HT 接收的是上一时刻的 隐藏层的数据 还是上一时刻的 输出层的这个数据 就是把RN的分成 在下面的两种 如果它接收的是 上一时刻的 隐藏层的数据 HT-1的话 那么它就是第一种 网络结构 就是第一种这个公式 如果它接收的是 上一时刻的 这个YT-1的话 那么它就是 下面的第二个公式 那其实 假设我们把它 中间的这一个部分 不看的话 我们把这个 UH 乘以HT-1 或者是把这个 UH乘以 YT-1这一部分 给去掉的话 那其实它就 它就是一个 它这里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 BP网络 就是普通的一个 带有一个 隐藏层的BP网络 那HT呢 相当于就是 隐藏层的输出 隐藏层输出 如果我们不看 中间这里的话 就是 全字矩阵 乘以这个输入的 一个信号 加上偏字值 经过激活函数 等于隐藏层的输出 然后隐藏层的输出呢 乘以全字矩阵 加上偏字值 再经过激活函数 等于最后网络的输出 那下面这里 也是一样的 下面这里 那这里 RN呢 其实就是多了 多了中间的这一个部分 中间的这一个部分呢 也就是给它一个 单独的一个 全字矩阵 然后呢 这个HT-1 也就是上一个时间的 隐藏层的信号 或者是上一个时间的 输出层的信号 这两种都可以 这两种就是 相当于分成了 两种RN模型 这里是相当于 两种RN模型 那一般 常见的 这个RN模型呢 是上面的这一种 上面这一种 是见的比较多 就是上一个时间的 隐藏层的这个信号 它会传到 传到这个输入这里 和这个当前的 这个XT呢 共同 共同 共同成立不同的 群子矩阵 然后加上拼置值 经过其后函数 得到当前呢 在这样的一个 隐藏层的数据 然后呢 再计算这个输出层的值 上面这个用的 就是见的多一点 然后下面这个结构呢 也是表示一个RN的 一个展开的一个结构 和前面 我们看到这个结构差不多 好 那这个RN 它一个重要的用法呢 就是通过之前的信息 来决策当前的问题 比如说 就像我们看电影 我们需要根据 之前电影的情节 才能理解 现在电影 它发展到了哪一个部分 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RN的模型呢 我们可以训练一个 这个停控 停控的模型 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 前面的一句话 来停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空 比如说这里是有一斗云飘在 飘在什么 那如果这个模型 它经过了大量的 这样的一个中文语料的训练之后呢 那么它就可以知道 有一斗云飘在 后面应该是停这个天空 或者是天空中 或者是天上 或者是空中 那它可能会停类似 这样的一些词 那这个 对于第一个例子来说呢 是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它可以这个正确的去填这样的一个空 那比如说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 我从小 我从小生长在美国 然后说 比如说我的兴趣是什么 我的爱好是什么 我在哪里上学 我的父母是干什么工作的 可能这里有很多的介绍 最后呢 这里说 我可以说一口流利的 那流利的然后空格 如果是填这个正确的答案的话 应该是因为生长在美国 所以说应该可以 应该是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文 或者是说这个 说一口流利的这个英语 差不多就是这样 那对于第二个例子来说呢 我们使用RN的时候呢 这里判断的就 就很可能会出错 那它为这里 那为什么第一个例子呢 它可以正确的 它应该比较大的概率 可以正确的去停这个空 但是第二个例子呢 它大概率呢 是停不了这个空 那它停不了这个空的原因呢 是由于它这个句子太长了 如果这个句子太长的话 那RN呢 它就停不了这样的一个空 我这里说的RN是这个 比较老的这个RN 也就是上个世纪 上个世纪80年代 最开始提出来的那种RN 那它停不了这个空的原因呢 是由于我们看到后面这个图 后面这个图的意思是说 它这里的第一个输入 第一个信息的输入呢 它会对第一个输出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影响 那后面的颜色 你可以看的是这个影响力 然后呢 它这个 它在这里隐藏成的这个结果呢 它会往这边传 传完之后呢 它会影响第二个输出 但是呢 我们看到这里 它对第二个输出的影响力呢 就有一定的这个减弱 然后呢 它第一个词呢 对第三个输出呢 又减弱了一点 对第四个输出呢 又减弱了一点 对第五个输出呢 就已经很弱了 对第六个输出呢 几乎就已经没有了 第七个输出几乎就已经没有了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好像它 第一个词的影响力呢 它只能影响到 第五第六个词 到这里好像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影响力了 第七个词好像就完全没有影响力了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之前我们也在 我们讲这个BP网络的时候呢 也讲过 其实这里是一个梯度消失的一个问题 它会 因为呢 它这个RN的最开始的网络结构呢 就是一个BP网络 那BP网络呢 它最开始的时候呢 它本来就是有一个 这个梯度消失的问题所存在 那在BP网络里面呢 有这个梯度消失的问题 所以说呢 在这个循环网络里面呢 它也有这个梯度消失的问题 那为什么它会有梯度消失的问题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这里的话相当于是 比如说我们有一句话 一句话 然后呢 把每一个字呢 传进去 那这里第一个字 第二个字 第三个字 第四个字 第五个字 像是这里有十个字 那这里传了 传到这里呢 是第十个字 然后这里输出十个结果 那假设我们呢 假设我们现在是做一个 这个文本分类 假设我们 这里输进来十个字 最后呢 我们判断它是属于 这个 这个好评还是坏评 假设是我们 做一个这个评论的一个分类 然后判断这十个字 它是好的评论 还是差的评论 那那最后这里 相当于是有一个判断嘛 最后这里我们 最后这里 它会给出一个判断 它是好评还是差评 那这个判断呢 可能 这种文字开始的判断呢 可能跟它真实的标签 可能会有 有这个差距 有差距呢 那这里就产生了 这个误差 那根据这个误差呢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 BP算法 误差反向传播 传播算法 然后呢 把这个误差呢 就计算这个误差 然后呢 更新它的这个全值 这里的 这里的全值做更新 那做全值更新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 它这里呢 它要一层一层的往后传 也就是 根据这里计算的结果呢 更新这个全值 然后呢 根据这里的一些计算结果 更新这个全值 然后呢 根据这里的一些计算结果 然后呢 在这里呢 再做更新 那既然它有这个误差 反向传播这样的 一层一层的往后传 去更新的话 那这里呢 就看起来呢 就有点像这个 BP网络的这个层数 这里是一层 然后呢 再一层再一层 这里呢 会有很多层 所以说它这个 误差在做反向传播的时候呢 它会越来越小 每传一次呢 这里传完一次 又减小一点 这里传完一次呢 又减小一点 那最后呢 它这个T2就没有了 所以说这里会有一个 跟BP网络类似的 一个T2消失的问题 所以说 因为它有T2消失的问题 那它 它做训练的时候呢 它就不能 它训练的时候呢 它这个 它就不能影响 不能修改 它这个层数 太多的前面的一些 这个结果 它只能 所以说这里呢 它 只能影响到 就第一个输入呢 就每个的输入呢 它只能影响到 它后面的五个词 或者是六个词 再远的话 它可能就没有 基本上就没有影响力了 所以说这里的这个美国 它和最后面这里 我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什么 可能它就 它 其实它已经把这个美国 美国给忘记了 就前面 说完美国之后呢 这里又说了 又说了很多话 它已经把这个美国忘记了 最后说一口流利的什么 它可能 它可能就填中文 因为 因为在这个 模型的训练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语料里面 大部分的这个词呢 它可能看到这个中文会比较多 它看到这个英语会比较少 看到中文这个词比较多 看到英语这个词比较少 那它这里很可能就会填这个中文 而不会因为这个美国 而填这个英语 其实这个问题呢 是 这个比较老的一个 RN 它所存在的 存在的一个固有的一个问题 低度消失的一个问题 好 那这节课 关于这个RN的话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这些词比较少认词 这个词比较少认词 这个词比较少认词